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 深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701.4亿元攀升至2021年的7225.4亿元 贸易规模是回归时的10倍 2022年前5个月 深港贸易值达到2134.6亿元 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专家分析 当前深港合作已经迈入3.0版发展阶段 深港合作已经由过去的以制造业合作 服务业合作为重点 向经济与社会领域全面深度融合转变 合作模式也由过去的以香港优势为驱动 转向以深港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为导向的合作新时期 深港之间的主要贸易商品 以及过去的传统劳动密集产品 向目前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 实现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转变 也反映了两地在互利共赢 以及经贸融合方面 愈加紧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